户外施工作业时,咱们无论是拖车刁装作业,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 钢丝绳突发了破骨断裂的现象 我们有很多时候啊,来不及换绳,来不及插套,又不知道如何操作 本期视频给大家更新 钢丝绳破骨断骨应急救援的打劫方法 无论是拖车刁装,作业,施工都可以用到的好技能 我们看一下,钢子绳短头部分向上做半扣 然后短头再次穿回半扣,形成单结 短绳再次从单结半扣中穿出 上方绳环自由调节 调节完成之后,短绳再次压入半扣 返回的同时放在主绳上 拖车刁装作业的时候受力 宁舌不开扣,安全牢固 又实用,大家可以学一学,用一用 特别的方便,非常的可靠 感谢观看